嗨大家好我是光哥 好多人都叫我光哥拍一下河水给大家看 到底是黄的还是什么样的 你们看一下河水就是这个颜色了 因为现在的河水呢 它就算你再轻 它的颜色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条河呢 它的水呢是长流的 一直流 在上面就流下来 所以呢就是长流水 我大哥呢就在前面很远一点的地方 我们开船过去可能要五六分钟 我大哥在那边就帮我们养有很多的土鸭 这些土鸭就是青头的 青头鸭也是用这条河的水 它是在下游的方向 但是呢我们上游的方向呢 基本上就没养有什么东西 就算是养一点点小东西也没关系 因为这条水一直流 里边呢好的河鱼啊 那些河鱼很大条的都有 就是看你抓不抓得到而已 之前他们在这里钓的都钓过一条七八斤的 那是上次我拍那个视频你们也看到了 那条鱼一直在那里游来游去的 就是抓不到 看着都抓不到 这条河 这条河两边都是竹子 两边都是竹林 嗯 里边的深度呢就要两米到三米深 然后大家过来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条河水呢 如果你不注意安全掉下去就麻烦了 嗯 这个颜色真的挺不错的 下面那个是钓鱼台 这钓鱼台呢是我们搞好很久了 我现在如果是下雨的话呢 我也会下去钓鱼 现在钓的话也可以 现在是钓小鱼 现在钓的话呢 专门是钓的那种有林的那种 比如说非洲沙啊 鲤鱼啊 锦鱼啊 草鱼啊 现在都是钓这种鱼 但是呢 如果你下雨过后 我们钓的要不同 下雨过后的话呢 钓的那种呢 就是那种黄鳝鱼啊 没有林的那种啊 糖角鱼啊 还有那个叫什么 有锯的那种啊 反正下雨过后钓的那种鱼就更好吃 还有白天钓和晚上钓又不同 晚上钓的话呢 什么鱼都可能有 因为晚上的话 这些鱼会出来觅食 会出来找吃的东西 如果白天钓的话呢 那个鱼呢 它有些 它就睡觉了 就不出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基地啊 我们的基地呢 大家现在看一下 你看 这不漂亮 这个大鱼翔是我好多年前都用的 价值骨 还有那个小的专门用来商演的那个小那种 嗯 这个是一个小型的歌舞厅 这边灯关 我把灯关关了 来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 这个是我们休息 还有包厢 这个位置呢挺好 这是瓦房的 冬暖夏凉 后面的是风景浇树 嗯 这个设备呢就是光哥的移动设备 这移动设备有什么用呢 就是用来出去商演啊 直播啊 大家也听过了 我这个设备呢 再讲到这个模式呢 是露天的模式 露天模式呢 就是我们晚上吃宵夜的时候呢 可以在那里 一边露天的聊天也好 唱歌也好 吃吃完了 宵夜就在那边玩 或者直接在那边搞宵夜吃 也是挺好的 哎呀 这里 这里不露天 那里就露天 所以呢非常的不错 这个环境优美 现在换个角度拍给大家看一下 这露天的模式真的挺爽的 就在这个位置 哎呦 哎呦 走出来还有点冻 有点感觉爽爽的 鸣鸣鸣鸣鸣鸣 来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基地就这样了 漂亮不可以吧停车场在那边 到时候大家可以过来摘果 这个荔枝 荔枝龙眼都有停车场在那边 这个位置 现在还这样在慢慢的把它推平 也可以过来摘香蕉 看到了吗 这些香蕉很大壳 也漂亮 哎呦 真舒服啊在这里 不管是白天黑夜都是挺爽的 特别在那个小树军里面乘凉 拿一个茶在这里喝茶 多么舒服 是不是 在这里喝茶聊天 那边呢是搞烧烤的 现在还没有搞到 到这里下 现在这个门口呢 暂时还没有坐到那一步 看一下吧 慢慢来吧一步步来 因为呢一下子做完了真的是挺累的 太多工作了 好了 我们关个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到时候有时间来我这里玩 OK 拜拜 晚上给大家唱歌